第二題,過年期間大魚大肉每天酒足飯堡 今天酒憨耳熱之際,阿瓜爸特別提到 根據規定,汽車駕駛人的酒測值達到每公升0.15毫克 也就是駕駛人吐氣每公升所含的酒精質量達到0.15毫克以上 遭取締就會被依法開罰 以知酒精的分子量為46 請問你,若酒測值達到每公升0.23毫克 則相當於忽出的氣體每公升含有多少莫爾的酒精 這顯然是要用質量去求所謂的莫爾數 那我們知道,質量求莫爾的方法就是質量要除以原質量或者是分子量 那麼現在呢,我們有吐出的是有0.23毫克 但是呢,我們這個單位要用的功課 毫克是千分之一,所以要乘以10的-3次方 那除以我們的原質量分子量是46 也就是23乘以10的-5次方 除以46,也就是0.5乘以10的-5次方 也就是5乘以10的-6次方 所以呢,我們知道,這題的答案為我們說 百公升0.23毫克呢,相當於每公升含有多少莫爾的酒精 我們呢,答案呢,要選的是豬 5乘以10的-6次方莫爾 所以第二題我們答案選豬 我們答案選豬 我們答案選豬